這幾天新年前夕,New Year's Eve 多幾天假 家裡想了幾樣東西出來玩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的Facebook或Instagram 應該都會知道有些新東西會出來了 大家想看的就等下,未Follow的都可以Follow我 今次做一個之前和我老婆去一個所謂高級餐廳吃過的一件東西 Feel Cheek牛麵盒 我們先介紹一下材料 我們先用到牛麵盒一塊,一份 然後三個一杯紅酒 少許季汁,少許鹽和黑胡椒粉 半個洋蔥,一塊月桂葉,兩至三顆蒜頭 少許Parsley和Thime 半個紅蘿蔔 然後還有少許牛肉清湯 然後我們會用到薯仔做薯蓉 用到兩塊薯仔 40克的牛油 和50ml鮮奶 在弄髒的砧板之前 我們先處理一些... 沒那麼糟糕的材料 紅蘿蔔半粒 洗乾淨去皮 之後,把它切成一粒粒 不需要太小的大人 不要太大粒 好像這樣的尺寸 差不多 然後我們處理半個洋蔥 半個洋蔥 當然要切皮 用你的方法切成一粒粒 我自己會打直切完之後 再加多個打橫切 然後才會雜碎 雜碎了洋蔥之後 我們就可以處理蒜頭 蒜頭兩至三粒 看你喜不喜歡蒜頭 喜歡蒜頭就用多些 蒜頭就像平常這樣 撇鬆之後 把皮切成蒜蓉 你可以用橄欖壓 但如果用橄欖壓 它會容易焦點 所以我就不用了 反正只是兩粒 剁碎它 然後備用 到我們處理這個牛麵盒 牛麵盒其實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買街市現成的牛麵盒 可能你要早一天 跟雙熟的牛肉檔說聲 否則它通常都不會有在 又或者你像我一樣 買這個 這個冰鮮的和牛麵盒 和牛麵盒相對 肥的分佈會好些 但其實煮出來的效果 我就認為分別不大 還有這一份是一人份量 二百多三百克左右 你街市買 我想你八十元買到一斤 差很遠 弄到兩份多些出來 但不要緊 總之大家醫照份量去買 兩邊印乾之後 我們就放鹽和胡椒粉 然後用大火 用兩湯匙的油 起鍋 油熱之後 我們把牛麵盒 放進去煎 千萬不要覺得 這個一人份量很大塊 煮完出來 它會縮小 縮小 好像去到拳頭那麼大 每一邊煎大約三十秒 煎不一邊就煎另一邊 目的是令它上色 牛麵盒和牛腩的做法 那個需時都差不多 因為牛麵盒不是比較 好像牛扒一樣 煎完之後馬上熟 它會硬的 所以你要炆它才會軟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下欄的東西特別貴 或者是一隻牛扒兩邊的麵豬燈 那次我出去吃飯 一份的Field Cheek 都差不多三百元 我可以很肯定 去買給和牛的Field Cheek 或者所謂的Beef Cheek 其實這一塊我所謂的和牛麵盒 就大約九十元左右 當然買本地的會便宜一折 但是要煮又想吃的 又不想等的 就買這塊 我都不理會它是哪個國家的和牛 總之它說是和牛 就和牛 看起來也很像 那兩邊煎完上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起上碟備用 這隻鍋就不用洗了 我們轉回小火 我們放些蒜蓉下去 先兜一下 兜一下幾十秒 它開始 就把洋蔥和紅蘿蔔 兜一下 兜一下大約五分鐘左右 那這五分鐘 我們可以轉回中火去炒 目的要去淋 要去半透明 然後就可以放大約兩粗的蒜蓉下去 就只有樹葉就可以了 不要放蠻肉框 OK 兜完之後 我們就倒三分一杯的紅酒 我們用這個中火煮至微滾之後 我們可以轉做中小火 油去滾五分鐘 那這五分鐘它就會自己減少 它那個volume會減大約一半 這個時候我們放一塊的月桂葉 然後加大約450毫升的牛肉清湯 我們一樣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用中火煮至微滾 然後保持中火煮至多五分鐘 那這五分鐘 它一邊收乾的時候 它會有些屁股 就會出來的 即是一堆東西 那些 盡量刮走 你不刮都可以 你之後就在牛上抹走 也沒有問題的 OK 我們攪拌之後 就關火 備用 我們先攪拌一下 這個時候 我們準備一個 慢煮用的袋 即是適合用的袋 不要用太過不知名的物質袋 我們把牛的麵豬燈放進去 之後 就連著剛才的湯 即是我們煮出來的醬汁 就倒進去 由於它的熱力的關係 熱力會向上升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物質袋的空氣 基本上是比較容易去處理 它就不會有太多的空氣在裡面 我們預熱一個water bath 80度 我們把整袋的麵豬燈放進去 你可以看到空氣不太多 我們不斷熱一擠 把頂部的孔封了 然後 煮8個小時 盡量想減低熱力和水的蒸發 我們用石子包 包頂 如果你夠水 也沒什麼問題 只是保險一點 8個小時之後 我們再攪拌 我們做到7個半小時 我們可以處理薯仔 我們把薯仔洗乾淨 批皮之後 把它切成一粒粒 我們煮完一鍋水 做薯蓉 這個份量的薯仔 我們就煮大約15至20分鐘 用大火煮它 煮到用筷子刮得下 你認為是軟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沾掉 然後 你就要準備一個Potato Mesh 的工具 這樣就 按散它 我們把薯仔放進去 把薯仔放進去 我們用這個工具 把它按散 按到 差不多 你認為 變成 七八成 散之後 就把40g 的無鹽牛油 連上 50ml的牛奶 就加進去 我們一起 按下去 一起拌勻 你會發覺 它不太順 但是 你拌勻到這樣 它拌勻之後 它會很Smooth 所以 不用擔心 你認為不夠Smooth 就加多些牛油 下去 好像這樣 就可以了 我相信 到這個時候 你那個 牛的麵豬汁 就煮好了 我們拿出來 留下 袋子的醬汁 我們用一個Sift 就把渣子離開 我們只需要醬汁 我們用小火 把這個醬汁 把它收乾 煮稠 如果你想去 再稠一點 就加麵粉 生粉 其實這8個小時 其實很容易過 你可以出街 看電影 什麼都可以 你不用看著它 反而我認為 3-4個小時的慢煮 才是最困難的 你唯有在家裡做事 報一下稅 打機 沒有什麼特別的 長時間的慢煮 我認為是比較方便 最重要大家 就有時間 8個小時 10個小時 12個小時 我認為是自己遇到自己遇到的 我們可以上碟 我們用個 碟 把薯蓉 鋪底 滑個洞 把牛的麵豬燈放進去 放一些 加少許 碎 就可以上碟 燈光問題 其實牛的麵豬燈不太黑 挺漂亮的 然後 我們把醬汁 淋在薯仔底 不要淋在麵豬燈上 然後整個 Fill Cheek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 不喜歡慢煮的 就用明火自己炆 2018年 祝大家一個好的一年 一年好過一年 順順利利 下次再見 拜拜